我講一個蘭桂坊的奇遇 奇遇在於這次我錄過節目 有時會跟網友去 都稱一聲是男仔 這次又帶了一個女仔去 但有機緣巧合 就不是故意帶 事情是怎樣呢 話說,理智大家也有玩一些交友Apps 在某些交友Apps 中 我就用了一句開場版 這句開場版是甚麼呢 很簡單 就是,有時有空去喝飲品 有空去喝飲品 五個字,沒有了 最主要的,這句是甚麼呢 大家都知道,網上有很多偏徒 騙你出來,是一些巴廳正回來的 我試一下,如果我用到那些女仔裡 那些女仔有甚麼看法呢 我試一下吧 真的有些有玩開like game 的女仔 即是有喝開的女仔 開始回應我了 當然啦 你飲品當然要認識一下夜場的規矩 或者是夜場的地方名字 或者是喝酒的名字 如果你不認識的話 跟這些女仔是沒有辦法談的 不要說約出來 那好吧,知道那女仔也有去 原來去哪裏,哪裏喝 大家都知道那些地方 那些地方 那些地方 那好吧 接著就談了一會兒 當然是轉Apps 轉WhatsApp 談吧 談了幾天 都沒有簡單的兩句 接著我就問他 星期五吧,吃飯吧 不,去喝東西 接著都沒有回應我 隔了兩天之後 他就回應我 不如去吃飯吧 星期五吃飯 那好吧 我都是吃飯,順便喝東西 出去吃了一頓飯 我發覺這個女仔挺有趣的 他都是在蘭桂坊玩了一陣子 都有些經驗 而今次我又收集了很多 一些關於女性角度的情報 我問了他關於 落老懶,怎樣追求女性 第一 第二就是落老懶女性的心態 第三就是 老懶有甚麼怪趣的事情 對於女性來說 對於女性來說 聽到很多趣聞 因為平時是男人角度去說 由女人聽說回來 又是另一番風味 首先 老懶,我問他有個角度 老懶是不品牢複雜的 其實不適合女性去的 但他喜歡氣氛或喝酒 因為他喜歡氣氛或是不品牢複雜的 如果他喜歡氣氛或是不品牢複雜的 所以如果你想去見識 都沒有所謂的 看回時段 大概去到1-2點的時間 都是正常的 如果入夜 其實都不是很複雜的 看你甚麼場 我自己覺得就很普通 因為我入過那些 都沒見過那些真的恐怖的事情 都很普通 都是跳舞 那些 反而是街頭比較混亂 有時是 會打架 但都不是多的 其實你遇到那些人都會站在那裡 在那裡喝東西 然後問他 這樣有沒有給男生多手多腳 當然是有 有些有趣的 他問他有沒有被人插屁屁 他說有 有次是跳舞 然後後面很明顯有人拍了他一下 一轉著臉 我看到兩個男生 他又不知道是誰拍他 所以就純粹露啤了 我說你怎樣反應 沒有啊 如果他穿著一雙很高的高跟鞋 那些高 高跟鞋 那些高跟鞋 那些高跟鞋 那些尖的 他說如果我知道 你一下子就踩下去了 或者踢下去了 嘩 原來這樣報仇 原來蘭桂芳的女生是這樣報仇 可能會鬆爭 他說 他說他見過這個女生 是打到那個男生躺下 所以蘭桂芳 抽水最多是被女生打 就沒什麼特別 就是這樣 他有一次還要再誇張一點 就是說 他說有件衣服 他是戰衣 後面開孔 有個男生 就整隻手伸了下去 下去握他的屁股 嘩 嘩 我聽完之後覺得 嘩 嘩 都挺搞的 原來都會有這樣的事情發生 這樣就 然後就 問了他 這樣 用什麼開場白會比較好 就是如果追女生的話 這樣他又 他可能就 都是上淺 他又沒有什麼 說什麼開場白 因為可能他都 自己都是喝東西為多 因為我們 我們男士不同 我們男士是 撩女 的次數一定是 比女生 被人撩的次數多 有時候 看回那個女生質素 如果那個女生 本身是 都 open 的 就自然被兒子撩得多 但相對而言 我們男士如果主動的話 都撩的女生 次數會比較多 所以經驗比較豐富 但我想都了解一下他 究竟給男士撩的經歷是怎樣 他都 不是很廣道 但他都 若莫 今天我倒轉問他 我問他一句開場白 他說 看他什麼反應 我說 如果我問你 你杯是什麼來的 請我喝 你覺得行不行 他說 然後他說 這句開場白不行 挺有趣 但我這句開場白用過很多次 沒有說行不行 有些行有些不行 這個是我忠肯的意見 而在他的角度 就是不行 很沒禮貌 有一次 有個男生真的用了 他說 我覺得他很沒禮貌 我整杯東西給了他 我滲過去 你知道這杯桌子 我整支東西滲過去 你喝吧 然後把他帶回頭 好了 又解釋到 為何老懶的女兒這麼囂張 這個就是 我約出來這個女孩子 都不少東西 都是有少少囂張的 所以 解釋到 就是 喂 如果你 又很尷尬 你有禮貌 他又會串你 沒有禮貌 他又會串你 所以是很看那個時候 那個attraction 那個value 你作上去那一刻 如果一個帥哥 我相信 他都不介意 不介意 他沒有禮貌 但我當時沒有說 這些心態上的事情 好了 又知道少少東西 有些開場白 簡單來說 有些開場白 放貌的女孩是OK的 但放貌的女孩是不OK的 這些真的很好看 個人經驗 有時可能你看到她的臉色 她是走禮貌 Full OK的 你可以有禮貌 對她 但有些臉色 可能有禮貌 都會輸 你可以試試串Full 去進去 有些可能兩個Full 都死了 那你就不要Approach 就是這麼簡單 有時就是 官人臉色的重要性 已經很重要 我有個很簡單的試水方法 有時我走過去 雙龍出海搭著她們的肩膀 就說 Hello 看看她們有沒有簡單反應 或者是會縮 或者是 她們的臉色是向下沉 還是向上升 即是會有微笑 還是會有嘴唇 嘴唇 嘴唇唇 唇唇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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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簡單試水 有些簡單微笑 簡單問你 What 什麼事 那些都可以玩一下 好啦 接著就 開場發講完 講一下身體接觸 我問她 如果搭肩膀 你覺得怎樣 其實她們夜場的女生 她說 都知道的 打招呼都是搭肩膀 那些 她們都OK的 接受到 但是她說 原來搭肩膀 是比較窄少少 她說搭肩膀 反而那個 應該是她說 她意思就是敏感程度 沒有那麼高 她說反而握手臂好些 她說 她說建議就是 你先玩一下手臂先 先玩完一隻手臂 再玩另一隻手臂 玩完手臂 即是她是握手臂的位 即是肩膀都是 我自己在想 為何肩膀位沒有那麼好呢 我自己摸一下肩膀位 不是不好 而是肩膀硬 我摸一下 而是骨頭來的 這樣硬 其實是沒有東西玩的 即是手臂是不夠 手臂的肉質感那麼好 而且手臂可能更加friendly 那麼就是手臂的位置 她說手臂的位置 當然是 接著可以試試腰 腰如果它沒問題 那部位置都可以的 這些就一人二義了 駕駛這些位置 有機會會鬆你搶的 最多可能是 露啤你 然後可以走了 通常就是這些反應 這些就是看你水溫 以及看你那一刻 鋪上去 好了 他說 攬到這些位置當然可以嘴一下 其實沒有什麼規矩 有時候可能你頭10秒已經可以嘴 聽到女性的角度 原來握手臂的位置是不錯的 接著又問了他 接著又有重點 我一會兒去喝飲品 你去不去 也好 他拳落也有下場 但他又未夠時間 我一會兒去追求女生 你怎樣 好啊 你跟你去看看 很有趣 我真的帶著那個妹妹 去跟一班網友結伴去追求女生 當然我也打好底話 我去那些場就到處走 不買東西喝 他也覺得很奇怪 你為什麼不買東西喝呢 我們真是周圍會認識別人 這樣就不買東西喝 這樣就帶他去看看 接著又叫他給一些意見 從女性的角度 他給了一些挺有趣的意見 例如走路姿勢 他也叫我來挺著腰 這樣 有時候真的不覺得 有時候是男士 我們這些 哎呀 習慣了可能有少少寒貝的那些 其實挺著腰會好些 這個是真的 有時候我都忘記了 這些是長期的身體姿勢 要整理自己 好 落到老懶 跟幾個網友回合 互相介紹之下 跟著就 好 跟著就去不同地方去溝淚 這樣 都是照舊 沒有啦 Yensumia Challabar 又是沒有什麼斬鑊 因為太早去了 10點左右 跟著就走到去 我想是馬路那個位置 我忘記了 那個應該是十字路口那個位置 那麼就 咦 跟著都 不 應該是再之前在Central 都有一件有趣的事情發生 我覺得挺有趣 因為我沒有留意 我還有一個女生朋友在這裡 因為我都當了她是男生 說明是追求女生 應該是當她是男生 我不管她 跟著我又跟一班朋友 談談策略 我說 咦 那邊有兩件豬扒 但樣子挺不錯 我們可以練習一下 好 跟著這個女生朋友 看著就 好大反應 喂 為何還豬扒 對 然後我忘記了 對 這個是女生 女生是會幫助女生 所以 帶女生追求女生 都是一件 挺麻煩的事 搞到我的意見都不合 我心想 我說不是 這些豬扒是nice 我們拿去練習 但都沒有理會 跟網友過去練習 真是nice 有些內地的女生 但都不是溝通到 都不是很溝通到 普通話 英文 所以沒有拿來玩 跟著走到下去 再下一點點的位置 在街頭 我看到兩個妹妹 我們也是一班人過來搭散 圍著她搭散 其實我們有三個男生 加上我有四個男生 加上一個女網友 五人組 我圍著這兩個女生在聊天 開場版是甚麼呢 其實很簡單 其實 Area Informed 因為那個女生的樣子有點像ABC 我在想 應該是ABC 她走到走去問 誰知道不是 她假裝到ABC的感覺 很有趣 我另一個網友 他很快就留意到 她的面容特徵 是甚麼呢 她的面容特徵 像奇諾里維斯 然後我看看 又真的多像奇諾里維斯 不要開玩笑 然後我跟她們聊天 然後我說 咦 不是呀 真的像奇諾里維斯 然後她們 怎麼會像奇諾里維斯 然後我說 沒有 過妹妹 過妹妹 然後她們笑點很低 又笑了出來 過妹妹都笑 不要緊 然後已經打開了話題 然後發覺 問她們是否學生 誰知道真的學生 又是那些中學生 中央中 未夠青的 很好奇 未夠青都下來老懶 不是吧 原來這些都不是新鮮事 未夠青下老懶 她們自然有辦法 下老懶 這個街頭 當然是沒有問題 但怎樣入夜店 這些我不說了 她們總有一套辦法 也知道原來很小 18還未夠 18還要相差很遠 相差兩三年 嘩 又看不出 然後 以為她們近二十那些 誰知不是 但接著我形容一下 奇諾里維斯 這個女生 就會 歐高營少少 真的像ABC的性格 很喜歡分享 很喜歡說話 接著另一個是斯文少少 靜少少 開始聊天 其實整個程度沒有 今天我和網友都是練一個 聊聊天的態度 網友問我為何這麼久都不離開 有時候聊久一點都是好事 可以練習一下 沒有 其實整個程度是做一件事 針對性的一些問題 可能關於她的生活 因為她兩個都有男朋友 可以問一下她的男朋友的故事 有時候無所謂的 有時候在街頭聊天也好 講完之後 問完她的問題 等她可以說 因為這個女生這麼喜歡分享 等她有這麼多講這麼多 就可以了 接著她越講越多 越講越多 原來已經喝醉了 不過有點不太強醉意 有時候女生也是很有趣的 喝醉了就會開始說話 或者開始比較喜歡 其實男人也是 分享了很多她的故事 她的經歷 接著差不多到尾聲 我就說抄牌 我進入女網友 這個女網友 其實跟你們這兩個女生 即這三個女生說 你們都有些共通點 都是大腿比較粗 春麗腳 當然是笑她們 接著就說 其實你們都有玩運動的 交換肉的朋友 樂也融融互相抄牌 然後我們男又抄 女又抄 又認識了兩個妹妹 女網友又抄了兩個妹妹 也很有趣 經歷就是 帶女網友出來 其實也是挺搞笑的 經歷 很順便 真是朋友 連在一起 都可以認識別人 然後就散了 女網友跟了兩個女生 雖然剛剛認識 陌生人 但都跟他們 聊了一段時間 都起碼半小時 都熟落了 女還女 男還男 我們各自散了 我帶著男網友去另一間場 去玩 女孩又各自去玩 因為都不太方便 大家都有各自的夜場 和各自的朋友圈子 接著我們去了幾個場 都沒有什麼斬獲 純粹都是繞圈 所以就沒有什麼特別 那晚就 因為都很早離開 這件事比較令我深刻 今天就講著 老懶你一個特別的經驗 帶女網友去 第一次 搞笑 好了 搞到WhatsAppPlan 有興趣可以報 如果在愛情上有很多感情問題 阻力 可以問我 試試看可不可以幫到你 還有 如果你玩Day Game Light Game 可以找我 如果有興趣想 開啟一下這個領域 或者想見識一下 都可以找我 但都是WhatsAppPlan的朋友優先 今天就講著這麼多 多謝收聽